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在台湾海峡一个四点连线的水域范围内进行实战演习 从地图上来看 为在福建泉州外海距离金门大约70公里 澎湖150公里 台湾本岛更在170公里外 其实就是在中国的家门口演习 其实它的封面报导 其实是报导习近平南海阅兵规模空前 而在报导的内容里面都没有提到要在福建泉州一带做这个军事的火炮射击 左派媒体《环球时报》透过网路新闻放话 实体版却没有多做描述 大玩心理战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总统蔡英文今天将首度登舰 前往台湾海峡水域进行实弹射击军事演习 曾在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专家认为 中国大陆18号在泉州外海的军演对台美双方宣誓的意味浓厚 而类似等级的演习也不是第一次发生 解放军9月11号到13号在台湾海峡进行实弹射击军事演习 同样在泉州外海2015年这次演习 解放军吉林空军基地还加码 派出能跟F-16战机抗衡的歼10战机大秀空中战力 时间点正好是我国举行汉光31号演习 针对两岸这次的军事交锋 美国国务院则作出回应 表示反对任何一方片面采取行动改变现状 三菱新闻综合报道